寿风乡的月梅国小校内有一棵91岁的老榕树 2013年的时候校长廖仁一发现说这棵树生了核根壁有可能要被砍树 经过县府农业处还有林事所以及老树医师的合作努力之下 老树终于恢复生机了 目前依然屹立在校园当中免除了被砍的危机 为了修补老树必须将老树先做支撑架在半空中 斩根又将土壤做薰针消毒的动作 而整个过程复杂又费时 历时了四年花了一百三十几万才将老树救活重生 可是这棵树很特别 刚好就是部落跟学校的一个共有的树木 那又是县府的列馆老树 所以他们想说希望能够保留这棵树 把这些传承就传承下来 所以因为校长他很努力的在奔走 然后县府农业处他也筹集了经费 那筹了经费以后 这棵树的做法就跟其他树不一样 大部分树木来讲 我们就是把生变树砍除以后 把根部挖起来烧掉 土壤进行训证消毒 把这土壤变成非疫区 然后再种其他树再种回去 那这棵树的处理方法就是 它周边的树是用这个方法处理 然后它的本身呢 我们是利用外科手术方法 把感染部位呢切除 那因为要切除感染部位啊 因为它刚好整个主根系都被感染到了 所以我们进行倒根啊 就是把这位气生根做倒影 来支持它的水分吸收 越美国小校长廖仁毅也说 老树跟学校有许多的情感连结 而发现老树得了核根病之后 也联络了相关单位 希望能够拯救老树恢复生机 学校的老师讨论之下 他们希望可以留下来 因为毕竟 而且社区部落民众的意见 也希望这棵树可以留下来 因为它是我们越美共同的会议 然后越美国小 其实校舍都是新的 已经早期的校舍的样貌 已经都不够存在 但是树它从创效度 种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 所以他们强硬要求说 是不是可以把树把留下来 老树跟地方的连结 是相当浓厚 而征询多方的意见之后 拯救老树 旧树 留下大家的共同回忆 是最终目的 也完成了学校 在生命教育中的一环 据者林杰 硕丰峰采访报道